踏入絕食行動第三天 五、六十名學民思潮成員 繼續在政府總部外扎刑 因為下過雨 他們有漲篷濕了 多名成員要露天躺在地 三名絕食學生超過四十個小時沒有吃東西 身體狀況大致良好 其實我是今早懶惹的 我自己的意願就是能夠繼續的就先 不是代表無限期 而是因為我們都趕了三天的目標出來 現在就是希望盡量去完成這個目標 之後是否繼續當然是後話 不過身體比較瘦弱的黃莉莉 由於血糖一度偏低 要喝葡萄糖水補充糖分 黃之鋒說佔領政府總部行動會延長至星期日 又強調行動和平進行 不擔心警方會以暴力對待他們 同時表明 如果政府在9月3日之前 不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一定會將抗議行動升級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張淑偉報導